骰子街 骰子两颗 游戏背景 身为市长候选人的你 提出了让小镇超音感美的发展计划 然而计划不能光是嘴上说说 选民是很明智的 现在有个模拟小镇 想办法用最快的速度 让你的小镇建设完四个起始地标建筑物 就能让选民相信你的计划 并成为好棒棒市长 获得胜利 游戏设置 1.每位玩家拿取黄色牌背的起始建筑物两张 小麦田及面包店各一张 并面朝上摆在自己面前 2.拿取不同四张的地标卡 火车站 购物中心 主题乐园 以及广播电台 并面朝下摆在面前 如果玩家人数不满四人 则将其他没有用到的起始卡牌收进盒内 本次游戏不会用到 3.将剩余的卡牌全部依照名称分类 再依颜色及骰子点数排列 形成建筑蓝图市场 接着每位玩家再从银行拿取三元 并决定一位玩家当起始玩家 就完成游戏的设置了 游戏流程 玩家依照顺时钟方向进行回合 每一回合有三个阶段 1.直骰 2.收入 3.建设 接下来将个别介绍每个阶段 1.直骰 一开始每位玩家都只能投擲一颗骰子 如果玩家建设完火车站 可以决定每次要使用一或两颗骰子 如果使用两颗骰子 则每次骰完的点数为两颗骰子的加总 2.收入 根据直骰的结果对应到自己已经建设完的建筑物 玩家可以获得收入 而根据收入方式的不同 建筑物可分为四大类 蓝色 初级产业 任何玩家植出相对应的数值时 你都可以从银行获得收入 绿色 次级产业 只有自己植出相对应的数值时 才可以从银行获得收入 红色 餐饮业 如果别的玩家植出相对应的数值时 他必须给你钱 紫色 重要建筑 只有自己植出相对应的数值时 才能执行他的特殊能力 注意 游戏当中可能会出现纸骰之后 多张卡片同时发动功能的情形 此时请依照下列顺序来执行卡片效果 1.红色餐饮业 2.绿色 次级产业 以及蓝色 初级产业 3.紫色 重要建筑 举例说明 1.玩家植出数值2 玩家拥有面包店 面包店的功能为 当自己植出数值2或30 可以从银行获得1元 因此该玩家拿取1元 举例说明 2.玩家植出数值1 玩家拥有小麦田 小麦田的功能为 当任何玩家植出数值1时 都可以从银行获得1元 因此所有拥有小麦田的玩家 都可以拿取1元 若玩家拥有三张小麦田 则可以获得3元 举例说明 3.玩家A植出数值3 而玩家B、C都拥有咖啡馆 咖啡馆的功能为 当别人植出数值3时 他必须给你1元 情况1.玩家A有2元 因此玩家A必须给玩家B、C1元 情况2.玩家A只有1元 依照逆时针方向先给玩家C1元 而因为身上没钱了 所以不需要再给玩家B钱 也不会负债 情况3.玩家A没有钱 因此玩家A不需要给玩家B钱 也不会负债 而玩家A拥有面包店 此时面包店发挥功能 玩家A获得1元 3.建设 每位玩家每回合最多建造一座新的建筑物或是地标 建造只需支付卡牌左下角的金额给银行 就能建造建筑物 注意 建筑物可以重复建造 但同种重要建筑也就是紫色卡片 不得重复建造 游戏结束 当有玩家完成四栋地标建设 该玩家立即获得胜利 恭喜你 学会玩骰子街啰